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讯息 包括了彰化 南投 以及云林都要小心大雷遇 那么接着下来 一起来看看国际焦点 诺曼蒂登陆80周年 欧洲国家纪念扭转二战的 关键战役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在纪念活动上 痛骂俄罗斯总统普辛 就是现代的希特勒 巨型火球就在眼前 发出刺眼光芒 俄罗斯南部边界罗斯托夫 又有炼油厂 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爆炸 但同一天 俄军飞弹打击也不手软 短短24小时 猛炸乌南荷尔松 总共20个地点 至少4人受伤 这栋仓库被火海吞噬 就连地念波罗尼科波 也传出俄罗斯神风无人机 郑重一辆小巴士 至于乌东 俄军动用华翔炸弹 竟然打民宅 同一家人一死三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对世界愤怒喊话 第一位纪念活动 当年登陆海滩上从左到右 分别是英国外相卡麦隆 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肖茨和美国总统拜登 二战同盟少了俄罗斯 反而找来当年周新德国 80年世界局势变化就是那么大 西方团结援助乌克兰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协助训练 英国各地都有乌克兰士兵受训 除了训练 武器更是焦点 第一队纪念日当天 法国揭露新军援 北约国家一个个 趁D-Day纪念力挺身陷战火的乌克兰 拜登所谓捍卫民主的手段 就包括允许乌军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边境军事目标 拜登在诺曼蒂接受ABC专访诚新 还是有限制 但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武器使用规定 未来或许还有进一步放宽的空间 军援限制减少热毛俄罗斯 普京搬出核武威胁后再度放话 隔天古巴政府就证实 俄军军舰接下来几天预计停靠古巴 其中包括可以搭载核武的潜舰 不过古巴也澄清 这艘潜舰当天并不会配备核武 TB新闻众号报道 我们刚一起在报道里头看到了 出席D-Day纪念活动的 还有美国总统拜登 那么这回他也利用发言机会 对于美国国会延迟援助乌军致歉 所以接下来今天的俄乌战情事 我们就来看看乌克兰可以获得哪些军援 时间交给资深记者邱婉柔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最近又跟美国总统拜登两人碰面了 这也是继去年12月后 两人的首度会面 不过在下周的G7峰会 两人还是会再度同台碰面的 而在这个会面当中 美国总统拜登马上就先针对 这个军援的进度一度延宕 来向泽伦斯基道歉的 更宣布说会有73亿元对乌克兰的军援 拜登更强调说美国一定会跟乌克兰 站在一起不会一走了之的 泽伦斯基怎么回应呢 他也呼应了D-Day纪念日80周年 他就说团结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跟乌克兰就如同二战并肩而行的 而这一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拜登说要给他这个军援军援的内容有什么呢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这一波的军援有哈马斯的弹药 迫极炮系统以及火炮弹药 那么法国总统现在也说 他们也要援助乌克兰的 计划要援助乌克兰 换向2000的战斗机 这也是乌克兰这边非常需要的 他们还会帮忙培训乌克兰的空军飞行员 今年夏天开始则会在法国进行代训 不过在俄罗斯这边是批评说 这根本就是火上加油的 而且有人就说会不会 这波军援攻击到俄罗斯的境内里面 拜登就说了美国武器 不会被用于打莫斯科 另外北约秘书长则说 乌克兰有权攻击俄罗斯境内 接下来要聚焦的就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 我们看到他其实奔走于国际 不断的要求更多的军援 那么同时也抨击普京 但是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曝光了 现在说他的这个支持度是下降 而且不到70% 交给宛柔 俄乌战争开打至今 已经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不过这个基辅国际社会水研究所 最近是针对了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做了民调 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泽伦斯基的支持度 开始是往下滑的 现在只剩下59% 等于说连六成都不到 不过对比2022年的5月份 当时泽伦斯基的支持度 是高达90% 那乌克兰的人民到底 对泽伦斯基有哪些不满呢 该民调也整理出来了 像这个用人政策 他们认为并不是非常成功的 还有这个打击贪腐 并未达到所谓的公平正义 另外就是全体公民负担了整个战争 那么泽伦斯基的任期到底到何时 其实在2019年的5月 泽伦斯基就认为乌克兰的总统 原本他的任期是在上个月就届满了 不过因为现在 俄乌战争持续进行当中 所以整个乌克兰还在戒严时期的 所以他也就继续留任了 不过泽伦斯基自己也说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其他已经准备好 要来举行大选了 但是现在是政府无意办理 泽伦斯基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希望各国可以帮助乌克兰 公正的结束战争 那么面对即将要在瑞士登场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 美国又有态度了 他们是鼓励大陆一定要参加 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再请假宛柔 为促使俄乌战争的竞速停火 其实泽伦斯基预计在这个月的 15跟16号在瑞士举办 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而这个峰会当中 他也会提出这个和平计划 不过虽然乌克兰要参加 但是俄罗斯是却没有被获邀参加的 那么俄罗斯这边也呛伤了 没有俄国的参与 其实举行这个峰会 根本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俄罗斯不参加 到底还有哪些国家参与这场峰会 据悉现在是已经有100多国要参加了 有没有包含中国 目前是没有的 因为中国就说 他们认为先决条件 应该是交战双方都应该要出席的 所以如果俄罗斯不参加 他们认为参加这个会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他们就指出 他们认为是鼓励中国参加的 因为他们的出席会很有帮助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V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带你一手掌握 他要投资你 100万 投资你拍电 做你的服务 拒绝他 情侶两个人之间 最好还是不要牵扯到情侶会比较好 你们两个想当情侶 他自己跟我告白 我还拒绝他 然后现在自己又喜欢上人家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不想跟他当情侶 我想